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東周網鬼靈精怪頻道 我是主持人偉師兄 今天我們請到袁學家金比比跟我們談談鬼故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啊 好啊 我是金比比 我平時做起批名 星雲 風水 摘日 改名等等 好啊 袁學家金比的職業 是呀 好 今次就講鬼故 而今次第一次見到有朋友講鬼故是拿著錄士的 可以給大家看看 你也有很多親身經歷嗎 我也有些親身經歷 這就是關於一間學校的 是呀 沒錯 沒錯 關於一間小學的 這個是1953年的建築物 而它是一個建築師設計的 這個建築師也有設計香港殯儀館 2009年至2010年的施政報告中 時任的曾特首提出要保育中環 這個建築物也是保育的範圍之一 有甚麼親身經歷發生過呢 說這個親身經歷其實跟屢次有關的 當時小朋友很流行玩捉 而我們下午吃完後 都會很流行捉在學校裏面 因為幾間學校連在一起 當時被捉的同學 他躲進去刺隔內 所以我們負責捉的人 就走進去廁所 然後敲他刺隔的門 然後我們安裝一下 已經沒有腳的 但是看著他已經走進去 所以就不斷拍門了 然後我們拍了一段時間 都差不多快要打鐘了 然後我們同班同學就走進來 然後就問你們在做甚麼 不斷拍那個門 然後我們告訴他們 我們在玩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就不出來 他已經躲在裡面了 然後那個同學都幫忙 說快出來吧 然後這個時候就打鐘了 而打鐘的時候 那個原本躲進去刺隔內的同學 他就在女廁的正門走進來 然後他就問你們在做甚麼 然後我們每個人一見到他 他就嘩 然後就衝出去走廊 但是因為你們所有人都看到他 進去廁所 而那個廁所也出不來 應該沒有其他地方出到 是啊 沒有的 因為那個是女廁的中間格數 那真的是撞鬼 看到一些不應該見的東西 是啊 但是你們很多人一起見到 那時候 我們幾個 兩三個 那之後是不是不敢去廁所 之後我們放學都還是扔著扔著 然後都是走去看看那個刺隔 都還是鎖著的 嗯 平時就不會鎖的 是啊 是啊 那些人用完就已經不會鎖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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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